这个标章就是这样 电动机车后方的迷你停车证 小小一张能够帮车主省钱 你每天要停20块的话 你也是一个月下来也省了不少 本市虽然有分一般费率 差别费率跟累进费率 只要它是属于电能车的部分 停车的部分是完全免费的 台中市汽机车有276万辆 为了减少移动污染源 只要是纯电能的汽机车 在路边或公有停车场停车 都不用缴费 以机车单日20元来算 电动机车一个月能够省下600元 汽车则省更大 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知道要去监理站 但是其他都还不知道 不少民众还是一知半解 不是没听过 就是不确定怎么办理 其实监理站并未受理这项业务 而是要向市政府办理 今年提出申请的汽车137辆 机车1885辆 节能政策小确信 还有努力的空间 大海新闻 国际宁国际宗台中报道 但是实际上的高尾